各位好,今天是說什麼題目呢? 就是想分享一下怎樣去用一支長焦距鏡 今次我就會有一些相片給大家去看看長焦距鏡 究竟我怎樣去拍攝人 用長焦距鏡當然我們很多時候都是一些大光圈的鏡頭 例如1.4、51.0、75、85、90 其實用長焦距鏡通常我都會去拍攝人和風景 拍攝人的時候究竟有什麼要留意 以及有什麼我們應該是這樣拍的 用長焦距鏡 我稍後都會有兩組圖片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次有兩組照片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用長焦距鏡的時候又要注意些什麼 以及不要做些什麼 第一組照片我們先看看吧 其實很多人都是這樣 拿了一支75、90甚至135的時候 看到一個女生或主體的時候 對著她就不停拍攝 整個主體就會在相片範圍裡面 例如我給大家看一張圖片 先開一支照片出來看看 都是我拍攝的 大家留意一下拍得怎樣差的情況 好,有兩組照片就分享一下 一組拍得很差 以及經常都犯錯誤 大家去看看這張照片 留意一下這張照片 就是拍Hannah的 現在看到這張照片 就是一支Leica的91.5去拍的 通常我們用Telly鏡犯的錯誤 就像這張照片一樣 一看到女生就不要理了 對著她的眼睛就不停拍了 第一,整個頭就佔了照片所有的範圍 第二,就是對著女生去拍就忽略了其他東西 例如手拍到這樣,一半都沒有 你看到那張照片就很不完整 這個第一個錯誤就是 不要理會這麼多照片 對著女生去拍 是沒有構圖的 以為用Telly鏡是拍大頭 大大的頭就是貼著畫面就可以了 這件事是非常之錯的 好,第二張照片更加是這樣的 你會看到,不要理會了 頭殼頂又貼著上面 一些空間感都沒有 還有呢,你用Telly鏡 你91點,你這麼貴買一支鏡回來 LICA就非常之貴 差不多接近9萬元 其他Telly鏡的大光圈鏡頭 其實都不便宜 你買回來的時候 你還是想看看什麼呢 看看一些散景 大光圈Telly鏡拍人像的散景是怎樣的呢 這些照片都看不到那個散景是怎樣的樣子 只是拍到大頭而已 沒有空間感 你會見到,只是說 對眼很濕啊 皮膚很美啊 其實都是一個錯誤來的 我覺得是 只是拍大頭就真的沒有意思 以及看不到鏡子的發揮 所以你用長焦距鏡的時候 那個距離呢 一定要有近距離 才可以發揮到一支鏡的 這一張真的非常之失敗 給你們多兩張照片 先看一下 OK 這一張就更加失敗了 拍照切頭 我本人真的非常之不喜歡的了 因為切了頭有點怪怪的感覺 為什麼會拍到這樣呢 就是 都是那句 那個距離不夠 因為你用定焦的90 可能你走到後面那邊又頂住 去到前面又不夠位 其實用長焦距鏡 尤其是上到135、180那些 在香港這麼合格的環境是真的難用的 但是呢 去到一些外國 例如外國的公園很大 回到國內的地方很大 你反而用一些135、180去拍攝 非常之漂亮的 真的 香港的 通常我最盡都是85、90去拍攝 75 都是一些常用的長焦距鏡 這一張相片非常之失敗 你會見到 就是頭頂就真的沒有了三分之一去 失敗之作 再看一次 OK 雖然有前景又有後景 但是中間的主體 就是非常之不好看 這些都要記住這些失敗的個案 這張相片看起來好像沒什麼 又可以看到後面那個散景 前面的人都正正中中的 但是用一支長焦距鏡 這個位置又是不夠位去拍的 因為兩隻手去到盡頭的時候 去到兩個角就沒有了一隻手 你看一張相片的時候 好像去到 沒有了一些不完整的樣子 這件事也都要大家留意 有時拍摩模特兒或女生的時候 這件事都要去留意 一拍一張遠一點的 你寧願回去再鎖多一點的 做一個更漂亮的構圖 都好過拍不到 拍不到就真的沒得夠了 拍到而去鎖一張相片 都可以做一個更漂亮的構圖出來 那你現在拍都拍不到 那用AI做一隻手出來 好像AI做一隻手出來的 效果是非常之差的 現在都還未進步到 隻手可以做得很漂亮的 那這張相片也是一個 比較失敗的地方 這兩隻手不見了 對了 還有拍人像鏡 大家都說拍大頭拍大頭 如果只有一個大頭 那又是出事的了 就像這張這樣 是用一支105.4L抗影的 你看到只有頭 就凸了出來 雖然有一些散景 你會看到 但很古怪 因為只有頭 只有頭的笑片 我覺得是非常之詭異 因為有頭在裡面走出來 就不太好看 這些也要留意了 不要拍大頭 即是拍人像相片 起碼有半身 就會漂亮很多 這一張也是一張失敗之作 OK 好 講到這麼多失敗的事情 大家有沒有犯過以下 即是剛才我說的錯誤呢 我相信都有的了 如果有的你就告訴我吧 有沒有其他用Terry鏡 而拍得很差的照片 你也可以在留言告訴我 咦?為什麼我用Terry鏡 都拍得這麼差呢 好了 現在就分享一下 用一支Terry鏡 怎樣可以去拍 我們逐張去看看吧 這一張就是一張 75 1.4L 一張 71.4L 就是一支非常之漂亮的鏡頭 在Leica來說 這支是一支二代來的 本人都值得推薦一下這支鏡 很漂亮 有前鏡 你有左手邊有前鏡 OK 有主體 也有散景 可以看到 我看見她的鏡頭很漂亮 不如你拍一張照片 後面有一鏡頭 打過來 空間感就足夠了 這張照片 另外對面的環境會比較寬敞 即是在大陸的公園 75 1.5L 非常之漂亮 有前鏡 有主體 也有散景 可以看到 這件事 就是用Terry鏡 給予空間感 給予一張照片 便會漂亮很多 主體也是落在黃金點 可以做到一張比較好的照片 這張也不是非常漂亮的照片 比較好一點的照片 75焦段 90焦段 85 105 135 那些 你要知道鏡頭的焦距是多少 即是你要熟練一支鏡 用50是拍到什麼 用35拍到什麼 用75、80是拍到什麼 而去拿一支鏡出來 以及幾個位置 你要熟練這樣 才能夠拍到一張比較好的照片 怎樣可以熟練呢 就是要拍多一點 好 又看看這張照片 這支是用拉卡機91.5去拍的 這張照片就會正正常常一點 你會見到散景非常之漂亮 還有一個陽光射進來的fair 剛剛包著人就非常之好 還有後面的散景 你會見到鏡頭很突出主體 你要盡量利用大光圈和散景 去突出人 說真的 我都見過一些 買了一些很貴的大光圈鏡的朋友 回來去用 永遠都是用幾個光圈 45、5.6去拍照 你這麼貴買一支鏡回來 都是用45、5.6去拍照 那你就很浪費了這支鏡 這麼貴的鏡 你會盡量用到最大光圈去拍照 1.5、2 去拍照 那你1.5的景深會比較淺一點的 那你可能只是刮到眼睛的 那就收小一級光圈 去拍照 那麼貴買回來 我也是想看 散景有多漂亮 沒可能你收到4、5.6去拍的 其實放這麼貴的鏡回來 我好少好少收到5.6去拍 除了拍風景之外 嗯 那這張照片就正正常一點了 起碼有半身看到 起碼上面有個空間 後面又看到散景 那這些就會正常一點了 好 看看這張 這一張就是用一支Leica 73 1.9去拍的 其實73 1.9這些這麼舊的鏡頭 都可以拍到一些很銳利的照片出來 按照鏡片漂亮就OK的了 那這張照片我就收細了少少光圈去拍的 令到它那個影像又更加銳利少少了 用73去拍的 那那個主體呢 我都會放回一個黃金點 另外一邊呢就是留回那個空間 給那個鏡頭去發揮 那這個空間呢你都會看到 會比較看到的散景 還有呢 空間後面呢你都可以呢 去拍攝人像的時候呢 真的呢 後面呢就不要那麼多雜物啦 又不要那麼多顏色啦 去搶走那個人 前面人那個視線啦 因為呢我們一看照片的時候呢 永遠都是看到一些光的東西啦 顏色鮮艷的東西先的 那如果那個主體 給另外一樣東西去搶走 那如果那個視線呢 那其實就不是那麼好的 那所以拍照的時候呢 就多點留意一下啦 後面比較乾淨一點啦 那個背景就 那如果你說有人趕不到 不要說趕他走啦 即是不要說等到他走的時候呢 那現在AI撿走一些人都很快的 那這張照片呢 就會留回一個 挺大的空間啦 但是呢 也都會看到呢 這個主體呢 非常之突出啦 好啦又看一下這張照片啦 都是用這支73 1.9去拍啦 那麼收細一點點的光圈啦 都是留回一些空間啦 去給鏡子呢 就發揮回它的那個景深啦 那你會見到啦 我拍照呢 都很多時候呢 都是後面的背景呢 會比較黑一點啦 那令到那個主體呢 就會比較突出一點的啦 好像這張照片這樣啦 隻手都看到啦 半身啦 那頭也會見到啦 那樣就會比較好一點啦 那看完這一張啦 那看一下這一張啦 那這一張呢 那這一張呢 就是呢 用一支 NECON的85 1.8去拍的 那剛剛呢 我就見到呢 那個 公園裏面呢 有一個類似這樣的 四方形的 框 模特兒呢 就在這個位置那裏 我就走遠一點啦 那就把整個那個框呢 就拍了啦 還有呢 後面呢 又有一個框啦 那就會做了一個呢 挺有趣的構圖啊 那就可以拍到一張照啦 那所以呢 有時候呢 你用一些長焦鏡鏡的時候呢 就不要死命這樣 就去拍一個 無特兒的帶頭啦 或者女生的帶頭啦 你都要看回身邊的環境啦 給到些什麼東西的構圖給你啦 還有你看到那個環境啦 你都要留那個空間這樣啦 給回照裡面去做啦 那但是呢 又不會說走到那麼遠喔 如果呢 你去用一支長焦鏡鏡走到太遠去拍 就好像去拍人呢 你走到太遠去拍人呢 就好像用了一支35鏡 那樣的樣子 那就是很失敗的啦 好啦 再看到幾張照啦 這一個呢 都是用回一支NECON 85 1.8去拍的 那你會都見到啦 那我都是 放回那個主體啦 在一邊啦 那我見到呢 那一邊的光線呢 真的非常之美啊 和柔和啊 剛剛那個太陽呢 就射了下來這邊啦 那光呢 就吃了下去那個 主體那塊面那裏啦 那就是呢 一個很暗的位置 就突出那個主體出來啦 那我也是用回這個技巧去做啦 那又不用說 正是去拍那個主體啦 正是去focus回它 那你所有的構圖呢 你自己都要去做出來啦 那這件事呢 都要是大家去留意下啦 那這一張也是啦 都是用一支NECON 85 1.8去拍的 都是一些舊鏡啦 那其實舊鏡拍出來的照呢 去拍人像呢 都非常之美的 因為不會像新鏡那麼sharp啦 那而且皮膚質感呢 我都會蠻喜歡的 那都是啦 那看到一個主體啦 那一半啦 即是一半身啦 那這樣 那留一些另外的畫面啦 就在旁邊啦 那樣就會比較美一點啦 那散鏡你都會看到啦 銳利度啦 也都有 那剛才都說啦 都可以發揮到一支鏡那個 長焦距鏡呢 我都是想看一下散鏡而已 那這些就可以看到啦 那看一下這張啦 那這一張呢 那這一張呢 就是用一支 NECON135 二光圈AIS手動鏡去拍的 那在國內呢 借過一個火車站去拍啦 那之前我相信都有 大家都看過這一張照片的啦 那一次呢 就帶了一支50和135去拍的 那其實我都走得幾遠去拍這張照的 那那因為呢 那我想呢 那我老婆那個主體呢 就會突出一些啦 那還有呢 開盡光圈去拍這張照的 那其實用135鏡呢 去到一些國內這些 那麽大的環境呢 其實非常之好用的 這些鏡是 你會見到呢 長焦距鏡呢 那特點呢 就是把後面的鏡呢 拉過來 那有個壓縮感啦 這一樣東西呢 是一些 24、25、25那些呢 是做不到的 50都做不到這一樣東西的 那押回來的那種壓縮感 是非常之美的 你會見到一張照 那為何那麽多人都會用一些 那些 135啊 85啊 90啊 去拍攝人像呢 就是 喜歡它一種的壓縮感啦 當然啦 長焦去到180啊 200啊 那些的壓縮感會更加厲害啦 那但是我 都是得知135而已 那135都非常之好用 還有都發揮到這一樣東西出來 那散景真的非常之美的 你會見到 你會見到 很突出的主體 那你會見到就是 真是只有那個主體 是中到那個對焦點的而已 之後呢就開始 那散景你會見到的了 即是那張照片 我都會真的 將一張都是的了 留一邊的空間啦 那我都 上次我調整照片的時候 都說過了 都會留一些位置 用來做電腦的wall paper 那這樣 那這張照片呢 我都經常都會 在我的電腦那裏做一張的wall paper 那你會見到 那你會見到 135真的要去到一些 比較大的地方呢 就會發揮到它的功能出來的了 那所以呢 那你呢 用長焦鏡子 真是有一個特定的距離 你就可以發揮到 這支鏡子的極點出來的了 那距離是多少呢 你真是要去衡量一下 最後呢 就看看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 都是一張 73 1.9 Leica 的舊鏡去拍的 那這些散景 就真是舊鏡獨有的散景 我真是很喜歡 舊鏡獨有的波波散景 捆住一條江邊的散景 那買這支鏡回來 我都是想看下這些散景 所以呢 在樹前面 就無敵而又站在那裏 剛剛的光就落到頭頂 那些圓相 那個顏色就不會這樣 那我一定會去做撿相 那這張照片的散景 真的拍得很漂亮 那這麼貴的鏡頭買回來 都是想看下這些散景 所以呢 就一定呢 就一定呢 去有散景 前景 那樣樣去配合 那這樣呢 就才可以呢 發揮到一支 長焦距鏡的價值在這裏了 那我分享呢 就到這裏為止了 那大家剛剛呢 都看過了 一些失敗的作品 還有一些比較好的作品 那大家呢都可以呢 多點出去拍照 還有呢 真的多點去練習 還有一個點呢 就是呢 不要一見到美女 一見到 一見到無突然出去 就對著她 就不斷狂拍 不斷按鈕 這樣 這樣就不是一個 好的攝影習慣來的 你出到去 你都要去看一下 那個環境是怎樣 你要幻想回 啊 我放一個主題在那裏 這支鏡的焦距是這裏了 拍出來是怎樣的呢 你自己的腦都要去做一些運作 才可以去做到 才去拍一張照 不是說 無特兒或者是你身邊的人 坐在這裏你就拍吧 那你都要去看一下 周圍環境啦 光線啦 構圖啦 才去拍一張照的 那其實一張漂亮的照 不是說 我只按個按鈕就會拍到的 都需要一個練習啦 還有你都要有一個藝術的情操 你才去拍一張照的 那怎樣去培養這一點呢 那下次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好嗎 這次先說到這裏 如果你有什麼 用長焦距鏡的困難 又或者有什麼疑問 又或者有什麼分享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跟我說回吧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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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